第200集 寇元外 今天我们在进入新的情节之前 我先说一下金平府那个故事 我关键一个遗漏的解释 当时孙悟空去请天上星宿 就是四目亲星 我解释为林彪的四野 四个目这个解释是对的 但是这还不够直接 现在大家看看这个图 第四个星星 你两两一连线就是一个大石字 它把天空分成四个完全相等的部分 这就是星分四野 直接告诉你四目代表四野 上一个故事啊 我解释了锦木暗角木交 但是呢我没有解释 魁木狼斗木蟹 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吧 这两个也不是随便选的 是都有其必然性的 他们在一起啊 就是星分四野 就是林彪的四野 这个证据够直接了吧 真是神仙手段啊 好了啊 讲完这个 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唐僧他们休息 这时候就看寇原外家里 大小仆人正向宅子里 搬柴打水 举米面蔬菜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国家财富搬入自己的家 你看啊 作者写了 往宅子里面搬 看到吧 就是啊 西游记的文字 你如果大概扫一眼 这句话没什么问题 你也理解意思 但是当你明白 西游记写的是什么 那你再看这么普通的一句话 它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里啊 就是寇原外的家 你还往家里搬什么呢 你要做饭 你应该直接做 现在作者写了 往家里搬 就是隐含一个从外面向家里搬 这就是私有话 看懂了吧 神仙作者呀 字字是暗含着身意 那么东西搬到家里干嘛呢 就是摘僧 就是供养外国人 大家看到了吧 这都是啊 锦衣大人家里人干的好事 这时候呢 就惊动了原外妈妈 这个地方我原来还搞错了 我以为这个是原外的 原外她的妈妈 其实不是啊 这个是说寇原外的媳妇 他一看仆人这么个样子 他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一次啊 寇原外对待唐僧 他肯定不同从前了 就是不同从前的那些僧人 他就问 为什么这几个和尚如此要紧呢 仆人就回答呀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里是同仆两个字 前面出门那个是仓头 其实这里啊 也有微妙区别 那个出门的仓头 是指锦衣大人时代 各处重要官员 就是他们主政一方 他们在执行锦衣大人的政策 你看啊 瓜分国家资产 那资产也不都是在北京啊 全国各地都有啊 还有那个篮子代表儿童姓名 这个也不是说只有北京啊 那全国各地都有儿童啊 对吧 所以这个仓头啊 是特指当时的高级官员 至于是谁啊 我肯定是不知道 但是必然有人看了我的视频 他是知道的 现在说这个同仆 是再次点出前面仓头的含义 之前那时候啊 我没注意区分 这里就要说明白了 这个同仆 他就说呀 有四个高僧 从东土大唐来的 这是说江主席 习主席 是根正苗红 这里的东土大唐 是可以理解为 毛主席那一代人 那些开国的功臣 他们是真正为国家 为民族 全心全意奋斗 并且献出了一切 甚至包括生命的 他是说那一代的革命者 去灵山拜佛爷爷 这时候就是说 取来毛泽东思想 接下来这个从天而降 其实这里也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呢 是说江主席 习主席 他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 而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们是继承了 毛泽东一致 这个就是从天而降 第二个呢 是说有东方神仙保护他们 这一句话呢 其实有这两个意思 他还可以再多一层 这个意思呢 我一直不好说 是因为我不知道啊 应该不应该说 大家想一下啊 金平府的故事中 真公主 他后来代表 十八大时候的习主席 然而呢 他却是月宫中的素额 隶属于东方神仙 是下凡来到人间 大家看懂了吧 这个大家自己思考啊 这就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含义 这时候呢 寇原外的媳妇 他就说 捋衣服 我来穿 那么这个时候 寇原外的媳妇 她为什么穿衣服呢 这里的意思很直接 寇原外的媳妇 一直 她是之前 她是不穿衣服的 就是赤裸裸的 大家别觉得我开玩笑 实际作者 真是这个意思 因为寇原外的媳妇啊 她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她是一个虚幻的东西 但是却十分有用 我说到这里啊 我必须把后面一段啊 先拿出来讲 哎呀 这段情节是非常震撼的 本来我想是依次讲下去 可是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不交代清楚寇原外媳妇 大家就不好明白 然而如果要交代清楚寇原外的媳妇 那么寇原外的身世 也就必须交代了 所以呢 我就都说明白吧 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啊 否则大家无法理解这段文字 寇原外盛情款待唐僧等人 然后送走了唐僧 他因为露暴露了财富 他就招来了一伙强盗 他们杀入寇原外家 杀死了寇原外 抢劫了他家的财富 这时候第二天 寇原外的媳妇看到寇原外死了 他就说是唐僧等人杀的 于是他就报官 官府就抓了唐僧死人 他们孙悟空 那些人都都抓了 然后呢 孙悟空就在监狱里 他变成了一个小虫 飞出来 飞到了寇原外家 打探究竟 现在这个情节就是寇 孙悟空啊 变成了小虫 来到了寇原外家门口 先说啊 他看到街道西边 有一个做豆腐的老头老太太 这里的街道西边 是说中国此时是西方路线 但是做豆腐这家呢 灯火明亮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还有一点光明 我直接说答案吧 这是说的 江主席作为运委主席 和锦衣大人 他这个时候做总书记 同时期那个时代 也就是2002年到2005年 这个时间段 此时啊 锦衣大人 他是总书记 但是呢 江主席 他还是军委主席 这个我必须说明白 否则大家不好理解啊 现在你看看这个格局 那么整条街都是黑暗的 他是向西的 就是说国家执行卖国路线 但是做豆腐的却灯火明亮 就是江主席 他能控制的范围 那都是光明的 江主席停止了 军队经商 打下去了棺材板 然后大家记得中国那个 坚实飞机嘛 那都是江主席时代 才开始搞的 没有江主席啊 我们现在军队的战斗力 那是不堪设想的 可以说呀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就是从江主席开始的 因为之前 道上飞一直是 那我说白了 他就一直在拆这个中国军队 他在阉割中国的军队 他想把这支军队弄没了 那么是从江主席开始啊 他挽救了这支军队 那没有江主席啊 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 和美国叫板呢 你这个军队都有代差了 这就是豆腐店 灯火明亮的意思 为什么是做豆腐呢 为什么不是炸油条呢 因为豆腐啊 它是卤水点出来的 从什么点呢 是从豆浆点 看到了吧 这个豆浆 就是这里有一个浆字 后面那个妈妈几浆 更是直接给你点出这个浆字 这里老头和这个妈妈 是一个人都代表江主席 老头烧火 就是说光明是因为江主席而来的 是他在燃烧革命的火炬 看懂了这点啊 大家看下面就更明白了啊 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这老头啊 就开始介绍寇员外 他说呀 寇员外 有儿子 有财产 却没有寿命 因为故事里啊 这时候寇员外 他已经被强盗杀死了 这里说的就是寇员外 没有寿命 而这个寿命啊 它有更深刻的含义 只是这里还没涉及到 我以后会详细的讲 我们接下来看啊 他说 我和寇员外 是小时候同学 我还大他五岁 大家看懂了吗 同学呀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学习 咱们坐在一个板凳上 就是2002到2005 锦衣大人上来了 可是呢 江主席他还能掌握一定的局面 大家看懂了吧 这就是说这个时期 这就是同学 那么我大他五岁 怎么解释呢 这就是2005年 江主席他不是辞去了军委主席吗 这不就是离开了学校吗 这都算一戒了吧 就是五年吧 对吧 所以我大他五岁 说的就是这件事 江主席这时候辞职了 那么锦衣大人 他拿住了全部权利 他这不是又延续五年吗 这五年吗 对吧 这个锦衣大人的老子 就是他老爹 叫做寇明 这个名字含义非常深刻 我现在解释 大家还是不懂的 因为你不知道寇元外 老爹是谁 所以我们先看看下面情节 老头说呀 他老子有上千亩的田地 收租放债 这就是地主加高利贷 但是讨不起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放出去的钱和租子 他收不回来 就是经营不善 濒临破产的意思 那即便就是没有破产 也就是说 这个他的老子 对于这个事啊 他不怎么擅长 到了寇元外二十岁时候 寇元外的老爹死了 你看啊 这里作者用了名老儿 这三个字 代表寇元外的老爹 这里有明显的贬义 就是非常看不起 就是说他是个坏人 明老儿 看到了吧 是个坏人 那么这个寇元外的老爹 到底是谁呢 大家看看啊 寇元外他是锦衣大人 他的生日啊 是1942年 那么二十岁时候 老爹死了 这时候就来到了1962年 1962年 你去查一下 我国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大人物 他是谁啊 他姓李 叫克农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西游记啊 他是一本密码书 但是西游记是神仙给的密码 这个密码啊 是神仙手段 就是说啊 如果神仙啊 他不给钥匙 那谁都看不懂 但是神仙一旦给你钥匙 那你看起来就特别容易懂 他并不复杂 没有三百六十个圈子绕完你 但是没有的 所以啊 你就直接搜1962年去世的大人物 一下就是他 那么他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名字 他被完人呢 称为龙潭三杰之一 他是在秘密战线的 战斗了一辈子的一个特工 大家记住他这个特工 大家注意啊 秘密战线啊 被完人极力称赞啊 所以说他这个人的一生啊 他和完人是密不可分的 可以说他们就是一体的 然而他死在了1962年 他就是锦衣大人的亲爹 看到吗 说到这里啊 我真是无语啊 真的啊 我之前呢 还以为锦衣大人就是草根呢 那草根一线上呢 这么高 因为他明面上的父亲 他的确是草根 可哪成想啊 人家真正的父亲 是这么一个大人物 他是完人的核心班底 是铁杆啊 难怪人家成为四代 这可不是白来的 早早就定向培养了 就连这个身份 都给你隐藏的这么好啊 我真是服了他们这帮人呢 不愧是完人呢 他真是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他那么几十年前 就开始准备骗人了 你说现在老百姓 哪能想到啊 气死我了 好了 现在我记得往下说啊 我们这时候你再看看 这个人 他曾经用过的名字 就是这个 锦衣大人的亲爹 他曾经用过的名字 泽田 众和 驾轩 天吃 这和前面说的 有田千亩对应吧 可是他放出去的租子呀 钱款呀 都不回来 这就是说 他是个地主 却不善于农活 大家要知道一点啊 地主啊 可不是只说土地的事 他是农村的一个核心节点 他也是放债的 就是说一套钱财 那也得找他 种地和放债 都是他的本质工作 这都属于农活 明白吗 所以他讨不回来 这个租子和钱 就是他不善于农活 这就是克农 看懂了吧 现在大家就全明白 锦衣大人的身世了 那么你也就明白 他那个爹的名字 金名就是 他的名字是刷了一层金漆的 看到了吧 他姓寇 寇是说他是胡 就是胡人 是贼人 是强盗 是土匪 但是他被刷了一层金漆 他的名字就响亮了 这就是那个名的意思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 这个锦衣大人的这个媳妇 就是他20岁时候 他娶媳妇了 我直接说啊 这个媳妇啊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概念 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那么一个东西 那媳妇是张旺的女儿 张旺啊 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前面说的 他好运气 就是锦衣大人 有好运气 他的运势旺盛 从20岁开始 他就被重点培养了 其实一直就是啊 就是说啊 到了20岁啊 他到了若冠之年嘛 他就成人了 他从一成人 他一直就被培养 到成人就是更被重点培养 这里还有特殊含义 你下面一听就明白了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东张西望 观望的意思 因为锦衣大人 24岁时候 你看看什么时间呢 就是1962年 1962年 锦衣大人在清华大学学习呢 看到吗 但是这个时候啊 此时可是毛主席时期啊 他本应该和别的革命青年 一样啊 一起建设新中国 然而他却张望了 东张西望 这里说的还不是他 就锦衣大人张望 是说他媳妇的爹叫张望 这里意思大家懂吗 就是说他的岳父 是骑墙派 或者说是直接隐藏起来 东张西望 根本不跟随毛主席路线 不听从毛主席指挥 如果他要听从 那还东张西望什么呀 直接干革命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张望的含义 这里啊 代表了20岁的锦衣大人 更是主要代表了他的岳父 他这个岳父啊 他其实应该不是具体一个人 他是一个形象 或者说是一群人的集合体 这个因为我查不到 现实中锦衣大人岳父的具体资料啊 所以就不用去查了 你要知道这个张望 他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 那合集 那他这个岳父什么情况 就大家自己去查了吧 现在说完这个岳父啊 你再说他媳妇 他媳妇小名 注意啊 小名叫做川真 大名叫什么 没说 就小名叫做川真 他后面还有一个儿子 他全名叫做张川真 看到吗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川真呢 就是川真 这里可不是说的川真机 而是得到真传 这里说的就是锦衣大人 得到父辈的真传 他什么都明白 啥事都清楚 这是一个含义啊 川真儿 你倒过来就是儿真传 看懂了吧 老一辈把真东西 就是完人路线等等啊 都真正传授给了锦衣大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亲儿子 所以啊 我上一集说他家学渊源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吧 他呀 是得到了完人集团 道上飞集团 两大集团的轻力扶持啊 那整个那个 包括那个 特工系统啊 都为他一个人服务 他呀 才是这几大集团的真传弟子 看懂了吧 那么川真 还有更深一层含义 张啊 就是掌握的意思 传 是传播 传授的意思 真呢 就是真相的意思 这个媳妇的名字 全面含义 它是啊 掌握 传播 传授啊 真相的权利 你看这个名字 是他小名 大家注意一下 什么叫小名啊 你看西游记里面 介绍一个女人 什么时候特意说 大名小名的区别了 没有啊 你比如猪八戒的媳妇 她叫高翠兰 这里说大名小名的吗 这没有啊 因此啊 这里特意说小名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 女人的小名 是只有丈夫 这样最亲近的人 才能知道 才能叫 所以这个媳妇的意思啊 她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权力 是传播真相的权力 而这个真相啊 它是世界的真相 是历史的真相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 就是老百姓 根本不知道的 你比如说 童男女祭祀邪神啊 罗瑟呀 九转灵魂啊 等等 锦衣大人全知道 这是上一辈传给他的 而这一辈 就是他这一辈 他掌握了这个真相 他也掌握了真相传播的权力 但是这个真相啊 是绝对不会告诉老百姓的 他们只在最高层 自己小范围那个圈子传播 大家看懂了吧 就是啊 我单独说一个 就是夺赦永生 这个事 锦衣大人是知道的 他不但知道 我相信他还准备这么做 而且他不但自己这么做 他还以此啊 拉拢了核心人马 否则你想一下啊 就是说啊 我们国家的确有贪官污吏 但是正如我前面一直讲的 他们只有在国家 就是中国存在的情况下 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如果国家都没了 我们的国家变成了 殖民地 那他们的利益 不但不会多 反倒会少啊 甚至会变眉 因为洋人来了 那他可未必用这帮官员了 因此啊 他们能拼命跟随 锦衣大人一起卖国 必然是得到了 不能抗拒的好处 就是他们获得了 永生不死的承诺 因此啊 他们就可以变成 九转灵魂 世世代代在人间享受 这样即便洋人来了 他们也是一伙的 所以他们才疯狂的跟随锦衣大人 一起卖国 大家看懂了吧 锦衣大人的媳妇 他这个小名 川真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可太深刻了 而且他们 这个小名是 你要说呢 是在家庭 用一句文雅的话 叫闺房里 才能知道的 才能叫的 知道吧 就是说 只有他们最高层 最盲核心 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 滴滴咕 滴滴咕 他们才能知道这个东西 给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核心是多么邪恶 这是一个 邪恶的核心 都炸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不得不说啊 这一切都是神仙告诉我的 因为在我写这段文字之前 我理解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 之前我认为啊 张川真 是说锦衣大人 把握了宣传渠道 他对外宣传 包装自己 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华丽 这个媳妇啊 就代表了宣传的权利 如果没有我刚才前面说的那个意思吧 那么我这个宣传权利啊 其实也说得过去 但是当我说出前面那个 世界真相的意思啊 显然 我这个宣传权利的解释 就一下差太远了 那个私下传播真相的权利 才是最完美的解释 我说宣传包装 如果你要按照百分之来打分吧 那只能打十分 那离及格都差老远了 因此大家看到了吧 这神仙呀 他一直在看着我 当我翻译的差太多了 他马上就告诉我真正答案 所以啊 我就经常是这样 我本来是不知道的 然后写文案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还有啊 我是写完了文案 再录音 录音时候呢 我又是会突然脑子里面啊 被塞进一些东西 那就是我又遗漏了地方 而且很关键 所以呢 神仙就再次都塞到我脑子里面啊 好了 说完这些 大家就知道啊 锦衣大人的媳妇 她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她是代表了传播真相的那个权利 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完人的灵魂 这样就比较好称呼 否则我有时候啊 也不好表达这个意思 因此啊 大家记住一点啊 就是锦衣大人的媳妇 我以后啊 用完人的灵魂偶尔代替来说明本质 接下来看啊 这个媳妇的进门 就是说啊 二十岁的锦衣大人 就明白了世界真相 说到这里 我真是太惭愧了 这个锦衣大人 他二十岁 那么年轻 他就都明白 知道了这个事业的真相 就是什么 夺赦呀 九转灵魂啊 希望些人呢 那我今年我都五十一岁了 我才明白世界真相 这比人家晚了三十年呢 你看他啊 当他明白了真相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完人选中了他 一九六二年完人可还活着呢 完人选中了他就培养他 所以他掌握了家当 他就是下一代的顶梁柱了 然后他就中天就收 放账就起 就是怎么做怎么有 大家看懂了吧 为什么锦衣大人一帆风顺 那是因为他是完人下一代中的 嫡系中的嫡系 他连世界真相啊 都二十岁时候就告诉他了 这么他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 我突然就明白了啊 完人既然告诉了锦衣大人世界真相 那么锦衣大人就很清楚 天上西方邪身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人参果啊 而这个人参果怎么制造啊 就需要大量的中国人 集体的迅速的集中的死亡 我这又一下就想到温泉地震了啊 大家想一下啊 为什么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 锦衣大人知道世界真相 他不是白知道啊 他知道了世界真相 他必须做事啊 他不做事的话 完人传位给他干嘛 他怎么做事啊 就是制造人参果啊 那你想一下 中国大规模死人 一个是唐山大地震 一个就是温泉地震 说到这里啊 我就把两件事啊 就列在这里 我没什么证据啊 所以我就是想到就说 大家自己思考吧 这个温泉温泉地震呢 这个大家自己思考吧 这个是不是人参果 我觉得他就是 好啊 我们继续看啊 这时候做豆腐老头 他说到啊 扣元外因此发家 最后有了万贯 他写了十万贯啊 就是很有钱 万贯加斯 看到吧 就是锦衣大人 实际上富可敌国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他藏的实在是太好了 把自己包装成 真的就是一个完人了 那么这一段介绍 就是说锦衣大人的身世 和他媳妇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 那么我们回到 刚才开始的地方 这个媳妇 他说 与衣服我来穿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啊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他在家里赤身裸体 大家现在懂了吧 这不是说 这个女人在屋里 光着屁股 这是说 在锦衣大人 这个核心小圈子里面 罗瑟呀 他不是秘密 是谁都知道的 这就是一个事实存在 这就是他媳妇 赤身裸体的原因 就谁都看得到 当然啊 这里我说实话啊 这里有神仙 羞辱锦衣大人的含义 否则他不会这么写啊 这点我相信啊 让他媳妇这个 赤身裸体光屁股 读者也应该感觉得到 那么穿衣服呢 穿衣服的意思 就是把夺赦呀 九转灵魂啊 西方西神呢 这些真相 全掩盖在衣服下面 他穿上衣服 走出房门 那他不就是 又可以人无人流 看起来端庄大方 像个人一样了吗 这就是人民呀 被他们骗的 在这死死的 这里我真的感觉好恶心啊 大家想一下啊 汶川地震的 那一张著名的 这俩人 锦衣大人和这个 两个星空 俩人握手的照片 这当时是不是感动了 无数老百姓 那现在如果你知道真相 你是不是想吐啊 这个恶心啊 这太恶心了 太恶心了 他们太能演戏了 我晕了啊 我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啊 玩人他有个外号 叫做奥斯卡 奥斯卡是什么呢 就是演戏最好的的人 奥斯卡奖啊 西方最高影视大奖 奥斯卡奖 完人他就叫奥斯卡 现在完人他没了 那锦衣大人 这才是真正的奥斯卡呀 家传绝学呀 从亲爹亲大爷那里传下来的 这真是气死我了啊 好了 这段说完 我们继续向下看啊 那个童仆说 说到这里啊 这个童仆 我又多了一点想法啊 这个是不是代表儿童的意思 因为童台府啊 就是为了练魔夺赦呀 怎么练的 就是练儿童啊 锦衣大人既然知道真相 你觉得他会不练吗 他肯定练呀 所以说他的福利有儿童啊 我真的无语了 这都是一帮畜生啊 好了 我们继续看啊 这个童仆说 四个人 唐僧那四个人 一个好看 一个难看 那这媳妇就说了 他这话很关键啊 你看他说了 丑露的必然是天人下界 大家看懂了吧 这里直接跟你说了 习主席 他是天人下界 江主席还是个普通的犯人 然后你看后面这个媳妇 他见到唐僧 他卓重的对孙悟空下拜 看到吗 就是你看这句话 虽然提到了唐僧 风姿英伟 但是实际上却拜的不是他 这个媳妇拜的是孙悟空 而且这里直接说了 孙悟空是天人下界 他知道 他害怕了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个层次可不就 可就不在这个凡人层次了 这里的媳妇啊 是完人的灵魂 完人的灵魂 在天人这个层次啊 他发现了习主席是天人下界 大家明白吗 就是在这个层次 在天人层次 习主席在和他们交锋 这不是人间层次 所以完人的灵魂害怕了 如果习主席他只是凡人 那么完人的灵魂 怎么会害怕呢 他更不会跪拜的 前面金平府啊 我没敢说这个事 就是天人下界 那不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那个宿俄 就是下界了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什么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这样说出去 那影响是好是坏 所以我就一直没敢说 但是到了寇原来这个故事啊 这里神仙就直接说了 习主席就是天人下界 那么如果我不说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这一集啊 我就明确说明 七游记 金平府的故事 寇原外的故事 这里都明确告诉大家 习主席就是天人下界 神仙下凡 正本理解是没有错的 好了啊 这段情节说完 我们继续下下看 接下来这段可就更神奇了 我都没有想到 就是我在看这段文字之前呀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当我把这段文字 做到视频里面 我马上就完全明白文字的意思了 所以我再次说一下啊 我真的就是个小翻译 在为神仙翻译西游记 我说的话 我估计啊 都是他要说的 我们看啊 唐僧还礼 这很正常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 那个媳妇问 你们为什么不并排座 这意思可太深刻了 我这里直接说答案吧 这是说啊 剩下三个人 就是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 他们和唐僧的身份不一样 点出来的是这个 那怎么不一样呢 这里说 就是他们不是人间身份了 这里说的是 唐僧是凡人 但是另外三位都是神仙 沙僧是神仙 我们都知道 那孙悟空 这个时候 他是代表习主席 前面说了啊 天人下界 他是神仙下凡 所以身份不同 我们也知道 其实这句话呀 关键就是猪八戒身上 你看啊 后面是猪八戒开口 说我三个是徒弟 为什么是他开口呢 为什么不是孙悟空和沙僧开口呢 就是要你知道 那个媳妇这句话 是针对猪八戒说的 此时猪八戒的身份 他也变了 之前他是武装力量的代表 这个没有错 现在呢 他也是武装力量的代表 但是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 你看啊 作者写了 猪八戒一生如深山虎啸啊 看懂了吗 深山什么意思啊 深山老林呢 老林 老去的林 老去的林彪啊 林彪是老虎啊 你看他名字里面都有虎字 他是虎帅 还发出了虎啸 对吧 这都是说的 林彪回来了 我晕死了啊 我也是和大家同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 我之前真不知道这个意思 我们想一下啊 七方邪神一直让人间有九转灵魂 当他们的马仔祸害人间 但是东方神仙呢 他控制地府啊 地府是掌管投胎的呀 林帅去世了 那么林帅的灵魂 他是被东方神仙掌握的 所以东方神仙控制林帅的灵魂 再次投胎到人间 这就是说 此时啊 猪八戒 他代表林彪的这一世 在人间的身份 看懂了吗 大家看看啊 为什么二十大 习主席取得了 那么巨大的完全的胜利 为什么呀 那之前几十年 国家那么威胁 还没有亡国 那是为什么呀 这一切是因为 不但习主席下来了 这个林帅他也下来了 就都是从天上下来了 就他们都回到了人间 这真是让我太想不到了啊 所以啊 此时是习主席加林彪 这一世的身份 应该是林帅再次率领了四野 他们一起守护了国家 最终取得了二十大伟大胜利 这真是太让我激动了 我之前是真想不到是这样的啊 我现在啊 就是越来越觉得啊 我就是神仙的发言人 这是他在让我宣布这个消息啊 否则我自己我是真看不出来 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媳妇是谁啊 他就是完人的灵魂 你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完人 这一世转世的那个人 他是谁啊 我真不知道 但是高层肯定知道 所以这个人他也认出来了林彪 他知道林彪来找他报仇了 所以他完人他就害怕了 这一集我真的是啊 我是完全想不到啊 这太多秘密 太多震撼了 我这暂时做不下去了啊 我休息一下啊 缓和一下情绪啊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再见 我还得再说一句啊 大家看看啊 这一集正好是第二百集 这不就是二十大吗 这一集啊 还是扣阳外这个故事的第二集 这不就是习主席连任吗 还有啊 这里还提到了林帅 就是习主席加林帅两个人 大家看看啊 这是不是一切都是神仙控制 我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设计在里面 这一切自然的就来到了二百集这个数字 所以说呀 这神仙手段呢 它是神奇异常的 是凡人就想象不到的 好了啊 这段话说完呢 就是还是非常激动啊 那我就先不说了啊 下一集再见